各位如果編好的Google表單 預設就會存在你的雲端硬碟裡面了 你做好了就會存在你的這個帳號的雲端硬碟 所以假設我今天要退到我以前編的在哪裡呢 所以我先倒退一頁 甚至倒退一頁 可是倒退好像切不過去 有些人可以直接切有些人不行 那這時候就要叫出雲端硬碟出來了 來右上角有沒有看到雲端硬碟 點下去 我叫起雲端硬碟之後 那檔案在哪裡啊 前面都是目錄先跳過 前面都是目錄先跳過 然後我的目錄也太多了 來各位有沒有看到接下來是檔案 檔案這邊就有一個定便當系統 這裡點下去就可以看到了 可以嗎 所以這在雲端硬碟 所以如果說你是Apple手機 可能預設也沒有這個雲端硬碟 請你下載這個App下來 以後你再隨時在手機上 可以調出之前那個編的表單 也許你要做一點小小修改 可以從雲端硬碟叫出來 那我說雲端硬碟因為叫出來之後呢 其實它先把目錄排在前面 然後接下來才是檔案 所以這時候你就可以從檔案裡面 照照看你之前你所需要的檔案 放在雲端硬碟哪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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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